据说把手伸进融化的铅水中不会被烫伤 并且有位战斗民族小哥还表演过徒手劈铁水 难道上千度的融化金属就只烫嘴而不会烫手吗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亚当和吉里决定将自己的手伸进融化的铅水中 但在让自己变成烤猪蹄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一个小型测试 看这一现象到底是什么原理 亚当利用喷枪将一颗钢球烧红 然后迅速放进装有冷水的鱼缸中 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当钢球接触水的那一刻 表面就被一层气泡包裹住 使钢球与水不会直接接触 这就是来炖弗罗斯特效应 当高温物体接触水时 就会产生蒸汽并包裹住表面 由于气体导热速度比水慢 所以就形成隔热保护层 那么是否只要将手打湿 就不会被烫伤了 接下来他们将铅块放进熔炉中 并加热至熔融状态 经过测试温度已经达到了725度 但两人担心自己的手指会变成烤猪体 于是吉米掏出一根18厘米的香肠 如果从铅水中拿出来出现了变色 则表示手指会被烫伤 吉米将香肠沾水后 放进了铅水中又迅速抽出 虽然只有一瞬间的功夫 但香肠还是发生了轻微变色 并且上面还沾满了铅水 而重复测试的结果依然相同 吉米猜测可能是铅水的温度不够高 于是他们继续将铅水加热到850度 随后亚当再次将香肠插了进去 而这次的香肠不但没有任何变化 甚至摸起来还是冷的 这让两人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 为了验证铅水是否真的不会烫伤手 吉米将自己的指甲修剪干净 以免粘连铅水而被烫伤 为了安全起见 他首先尝试用没用的小拇指进行测试 而让人惊讶的是 他的手指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烫伤 反而还感觉挺舒服 紧接着他用自己的食指 再次进行了实验并插的更深 可结果依然相同 有了吉米在前面充当小白 亚当便决定玩票大的 他放心地将整个手伸了进去 然而让大家失望了 虽然感觉到水在周围沸腾 不过他并没有被烫伤 这就是莱顿弗罗斯特效应发挥的作用 可即便如此 这种行为依然非常危险 大家也一定不要尝试 我是探索哥 想看什么奇葩实验在评论区告诉我 咱们下期见 据说给汽车装上方形轮胎后 行驶速度会更快 并且在一定速度下比原形轮胎要更稳定 难道我们都被骗了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吉里决定用导演的新车进行测试 并打算为其做四个方形轮胎 但设计这种奇葩形状的轮胎并不简单 两人深入浅出的交流之后 最终得出了完美的设计方案 他们在轮毂的中央和四角处进行了加固 以此来抵抗方轮滚动时产生的冲击 为了确保轮子更加坚固 两人以手工焊接的方式开始组装 而在安装轮胎的时候 却发现怎么也塞不进去 他们只能换上更大尺寸的轮胎 最终才完成方轮的制作 随后他们来到了空旷的实验场地 为了准确判断汽车的平稳性 他们给汽车不同部位安装了振动传感器 通过电脑就能监控汽车的抖动情况 首先进行的是正常轮胎的对照实验 测试开始后 汽车平稳地驶过了测试路段 两人感受到舒适的驾驶体验 而传感器也显示整个过程振动非常小 接下来他们给汽车换上了方形轮胎 为了避免振动造成事故的发生 他们穿上了防护衣 可刚启动汽车 两人就感觉到强烈的颠簸 而随着几米的加速 车轮转动越来越快 整个车身也逐渐开始平稳 但并没有持续多久 汽车就突然停了下来 亚当下车查看才发现 原来后轮车胎已经脱落 通过传感器反馈的数据可以看到 在汽车加速的过程中 车身确实变得越来越平稳 所以方形轮胎是有可能平稳行驶的 但最好提前上完厕所 否则可能会被震的大小便失禁 为了让方轮汽车更加平稳行驶 他们对实验进行了改进 为了让方轮汽车行驶更加稳定 亚当决定改变轮子的角度 因为这样就能增加顶点着地的数量 从而让汽车更加平稳 他们想到了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把对角轮胎旋转45度 而另一种是将每个轮胎错开22.5度 于是亚当制作了一个汽车模型 并决定先进行小型测试 而通过实验对比他们发现 当对角轮胎旋转45度时 模型小车行驶更加平稳 但方案运用在真车上 结果又会怎么样吗 下面他们再次来到试验场 并将对角轮胎旋转45度 当汽车启动时 虽然感觉到剧烈的震动 但明显比之前更稳定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汽车也逐渐平稳 但最终轮胎承受不住压力 全部脱落了下来 事实再次证明 在正常路况下 圆轮才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如果是松散的坡道 方轮会不会比圆轮更实用呢 因为方形轮胎 与地面的接触面更大 对地面的压力更小 这样就不太容易陷入泥土中 并且顶点会扎进泥土里 从而支撑汽车前进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此他们在粉丝家的 菜园子里堆起了一个斜坡 用来模拟陡峭的山路 看圆轮和方轮汽车 谁会冲得更远 首先测试的是圆轮汽车 虽然亚当极力控制汽车的油门 但最终还是停在了半坡中 然后他们换上了方形轮胎 随着几米的加速 汽车冲到了圆轮汽车的位置 但最终也没能继续向前 所以 方形轮胎完全就是鸡肋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搬运火药时 他没注意桶上破了个洞 被老六看到后点燃了地上的火药 就在即将被引爆时 他发现并切断了引信 从而阻止了爆炸 可现实中人真的能追上燃烧的火药吗 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先进行小型实验 看火药的燃烧速度到底有多快 首先他们在钢板上均匀撒上了半米长的黑火药 而为了避免在测试时烧掉眉毛 亚当制作了一个长干点火器 可刚接触火焰的瞬间 火药就全部燃烧殆尽 看来阻止火药爆炸的说法有点扯淡 这时吉里认为是撒的火药量太大 于是他们决定用漏斗减少火药的剂量 并且把引信长度增加到了1米 重新点火后他们发现 这次燃烧的速度果然慢了不少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试验场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火药燃烧情况 他们在地面铺上了30米长的木板跑道 但为了不把亚当炸上天 吉里只能把空火药桶摆在跑道的末端 随后亚当将火药连续撒在了木板上 那么他能追上燃烧的火药吗 虽然在引信被点燃三秒后亚当才开始出发 但很快他就超越了火药的燃烧点 并不慌不忙切断地上的引线 紧接着吉里也开始了测试 这次他决定等引信快要烧完的时候拼命追上去 可当他刚要开始奔跑 就被亚当这个老六抠住了裤裆 导致最终没能切断引信 但如果没有外人拉扯 吉里一定能阻止燃烧 那如果在引信没有扑灭的情况下 火药桶会被点燃发生爆炸吗 下面他们将桶中装满黑火药 并延伸出一条引信 而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 这次将采用高压放电的方式进行点火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接通了电源 地面的火药瞬间被点燃并朝着火药桶移动 然后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火药桶被成功引爆 可见沿着地上的火药痕迹是可以引爆火药桶的 所以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就算你家有这样的火药桶 也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有个老司机在开公交车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桥面发生了断裂 直接一脚油门飞越了15米的缺口 但现实中这种操作真的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用导演新买的公交车进行飞越测试 并且它的尺寸规格和留言中的一致 而在试验之前 他们首先需要用等比例的模型进行测试 以保证在正式实验的时候不会被摔死 可由于他们无法改变地球重力的大小 为此格兰还专门联系了美国航天局 要求局里安排送他们上天 并在月球上进行模拟实验 但航天局根本不鸟他们 无奈他们只能采用增加速度的方式来抵消重力的影响 格兰通过初中物理公式计算得到 模型汽车的时速必须达到32公里 显然手上的这个玩具鞭长莫及 于是他重新打造了一个公车底盘 然后配合托瑞制作的塑料外壳 做成了模型公交 而杰西则通过计算缺口 骑尸点的高度落差 从而搭建了缩小比例的断桥模型 但公交车是否真的能顺利飞过断桥的缺口呢 3 2 1 尽管速度和其他参数已经达到实验的要求 但模型车却一个猛子撞在了桥墩上 通过计算 距离断桥的另一头还有0.76米远 换算下来的真实距离则是9米 看来想要飞过15米的缺口是不可能的 之后他们将缺口的宽度缩小到一半 并重新进行了测试 可公车模型依然在离开桥面的瞬间就开始下坠 最终串在桥面的钢筋上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过桥 绝对会死无全失 那如果在桥面增加一个起飞的坡道 是否就能成功飞越呢 下面留言组将用全尺寸的公交车进行飞越实验 并且决定在桥面搭建一个起飞的坡道 以给公车提供一个向上的速度 但没有志愿者愿意尝试驾驶这趟公交车 于是格兰只能给公车装上自动驾驶装置 实验时只要在远处进行遥控操作 公交车就能沿着既定的路线和速度前进 接下来托瑞将集装箱切割成些形 并在试验场搭建成一个大型坡道 随后格兰在跑道上测试了公交车的操控性 但他们却发现 由于从第一人称是狡辩成了第三人称 公交车很难保持直线行驶 而为了确保实验时能顺利冲上坡道 杰西在跑道两侧画上了白色的引导线 这样格兰就能从地上的线条判断是否跑偏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所有人各就各位 这次真的能飞越15米的缺口吗 随着车速逐渐加快 汽车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虽然格兰极力想要稳住方向盘 但公交车还是跑偏撞进了粉丝家的菜园里 幸好没有造成更大事故 随后格兰对遥控装置进行了升级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们再次开始了飞车实验 虽然公交车在冲上斜坡后成功起飞 但落地后的距离只有7米远 显然公交车是飞不过断桥的缺口 即使在增加了斜坡之后 也不可能飞越15米远 本次试验非常废车 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车尝试 据说铲雪车能将高速撞击的汽车披成两半 并且如果位置准确的话 车上的人还能安然无恙 看似荒谬的流言真的不可能发生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流言组不远万里来到阿拉斯加的冰雪王国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铲雪工具 经过多方寻找 终于找到了流言中的同款铲雪车 它的正前方是一块锋利无比的楔形刀片 对于汽车来说犹如一把巨大的斧头 并且车身如同钢铁巨瘦 能在碰撞中将冲击力全部作用在刀片上 为了还原真实的撞击效果 托瑞向朋友借来了女生一手自用的小汽车 本次实验将用他们在高速行驶状态下 对铲雪车进行正面撞击 看他能否将汽车劈成两半 但因为两辆汽车都是前置发动机 验证发动机对撞击的影响有多大 而为了让汽车的正中央精准地撞击在刀片上 他们并不能用驾驶汽车的方式进行实验 而是将汽车安装在直线导轨上 由这台600匹马力的电动机卷绕钢索 从而推动汽车前进 实验将从600英尺外的地方开始加速 并在距离铲雪车10英尺的位置自动释放 使汽车能百分百精准撞击在刀片上 凯利找来两个充气玩偶来充当汽车上的乘客 先测试的使前置发动机汽车 刚所将拉动汽车以55英里的 时速撞击铲雪车上的刀片 汽车能否被劈成两半呢 随着凯利的一声令响 汽车在轨道上开始加速 最终以55英里的时速撞击在铲雪车的刀片上 虽然画面非常的壮观 但并没有像留言中被劈成两半 只是车头被撞凹陷进去 发动机成功阻挡了刀片的切割 车体仍然保持98%的完整性 而乘客的状态却不太乐观 尽管托瑞不断地做人工呼吸 但玩偶依然无力回天 然而实验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他们将用后置引擎的汽车进行测试 充气玩偶修复后被重新参加实验 而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把铲雪车刀片打磨得更加锋利 并且将撞击速度提高到70英里每小时 这次又能否将汽车劈开成两半呢 随着机器的启动 汽车速度越来越快 一声巨响后汽车如同香蕉皮一样展开 完整的汽车几乎被劈成两半 最终还是后备箱的发动机挡住 毫无疑问 乘客在如此猛烈的撞击下 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 所以实验证明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还是选择前置发动机的 而为了彻底将汽车劈成两半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 他们直接在铲雪车的刀片上安装火箭推进器 刀片将以500英里的时速撞向汽车 这又能否将汽车劈成两半呢 据说有人通过瞄准镜射穿了狙击手的眼镜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里就有这样的剧情 年轻的唐老大被敌人击中之后 队友贯穿瞄准镜成功击杀对方狙击手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将用实验进行验证 但由于保险公司极力阻拦不让吉米充当射击目标 他们只能用组织替代胶质做一个假人 接下来吉米来到枪械店 在店家的推荐下 吉米奢账拿下了这把二战时生产的狙击步枪 他能在500码外击中苍蝇 并且老板还附送了四只瞄准镜 随后他们来到靶场开始实验 本次实验将在距离目标100码的地方射击 但开始之前他们需要进行试射 以确认两人的枪法能击中一英寸大小的瞄准镜 之后他们将假人固定好 并将假人眼睛对准瞄准镜 通过抛硬币的方式吉米获得了第一枪的机会 他能精准命中瞄准镜并击杀假人吗 只见子弹直接打爆瞄准镜 但通过观察发现假人老兄安然无恙 似乎瞄准镜成了假人的挡箭牌 紧接着亚当又进行了射击 而结果依然相同 亚当认为是两人枪法不够精准 于是请来了专业的狙击手 希望他能一枪贯穿瞄准镜打爆假人的头 然而就算是狙击高手也没能改变之前的结果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打算进行近距离射击 随着子弹的发射 瞄准镜被直接崩飞 但子弹依然没能伤害假人分毫 因为看似瞄准镜的直径达到了一英寸 但里面镜片却只有半英寸 所以这比直接射中枪管更难 而历史上确实有人穿透瞄准镜射杀敌人的案例 但当时瞄准镜的镜片比现在的薄 这样会更容易被击穿 为了重现当时的情况 下面留言组将用同款狙击枪和瞄准镜进行实验 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瞄准镜的尺寸要比现在的小很多 此次实验将用1968年生产的实心弹 它的威力比现代子弹要强 能轻松击穿两层防弹玻璃 那它又能否成功穿透瞄准镜呢 重新布置好假人之后 吉米对准瞄准镜扣动了扳机 子弹成功打断了瞄准镜的指甲 但并没有击穿 这时候他们发现了问题的原因 由于瞄准镜里有个相当厚实的金属环 子弹虽然击穿了玻璃 但却打在了金属环上 所以想要穿透瞄准镜 子弹就不能出现任何偏差 紧接着吉米开始第二次射击 他轻微调整了射击方向 随着一声枪响 瞄准镜的玻璃全部粉碎 说明子弹已经穿透了瞄准镜 但亚当却发现子弹并没有继续向前击中假人 而是停留在瞄准镜内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最后选择了威力更大的穿甲弹 当吉米再次扣动扳机时 子弹顺利穿透瞄准镜 随后通过对假人眼睛进行检控 发现子弹卡在两英寸深的位置 由此得出结论 子弹是真有可能穿透瞄准镜后击杀敌人 但几乎没人有这样好的枪法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铁轨上撒尿 结果刚刺出来就被电身亡了 刘烟祖为了验证尿路能否倒电 决定在铁轨上进行测试 但由于没有铁粉愿意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用与人体电阻相同的凝胶制作了假人 并且通过测试亚当的尿路数据 还为假人安装了泌尿系统 同时为了保证尿液的电阻一致 亚当舍身贡献了两身新鲜尿液 之后他们将650伏变压器连接在轨道上 一旦流经假人的电流超过安全值 假人就会被击倒 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站在绝缘殿上开始放尿 当拉下阀门的瞬间 假人尿得非常顺畅 但没有任何被电击的现象 亚当认为流言中可能是雨天的情况 于是他们用水将假人鞋子临时来模拟下雨的效果 而重新测试后他们发现 假人不但没有被电倒 反而让附近地面充满了电流 这时警理通过高速相机发现 原来假人的尿液并不是连贯的 这就导致电流无法倒通 于是他们换上了更粗的尿管 并且还缩短了与铁轨的距离 可这次实验结果会不会发生改变了 当亚当再次拉开泌尿系统阀门的瞬间 假人立即被击倒在地 所以如果你尿尿不分岔 千万不要对着带电物体撒尿 据说下水道爆炸的威力如同地雷 产生的冲击波能让井盖直冲云霄 并且我们经常看到熊孩子 干出惊天动地的壮举 因为下水道里的垃圾经过发酵会生成甲蓝 一旦有火星掉入管道就能引发剧烈爆炸 可井盖真的能一飞冲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在点燃下水道之前 先进行模拟测试 吉米计划用钢管改成下水道模型 于是他将钢管切割成了两半 然后在切口面装上防爆玻璃 以便测试的时候观察内部的爆炸过程 同时为了对比甲腕爆炸的威力 他们还制作了三个小型井盖 实验时他们将在管道内冲入甲腕气体 当浓度达到9.50%关闭阀门 因为这个比例的甲腕最容易发生爆炸 然后开启风扇让甲腕与空气充分混合 此时如果打开点火装置 管道内就可能发生爆炸 首次测试他们先模拟开放状态的下水道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吉米点燃了管道内的甲腕 可这时钢管就像大家放屁一样 虽然甲腕被成功引爆 但井盖却并没有被炸飞 这是因为膨胀的气体 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释放 那如果管道在密封的状态下 是不是就能实现井盖飞天的效果呢 接下来吉米将端口密封了起来 这就模拟出弯管下水道被积水淹没 从而形成封闭系统的情况 而当他们再次按下引爆按钮时 三只井盖果然全部被掀飞了起来 但现实中的下水道里会堆积各种垃圾 为了让实验更加逼真 亚当随手丢进了一些金属碎片 并造成20%的管道堵塞 这样又会对甲腕的爆炸产生什么影响呢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这次的实验让两人非常惊讶 堵塞物不仅让燃烧速度变得更快 同时也会使井盖飞得更高 显然甲腕爆炸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 但真的能让井盖一飞冲天吗 亚当和吉米决定引爆挖石盾的下水道 但这样可能会弄丢几个井盖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在这里挖出一条12米长的坑道 而这样的尺寸刚好相当于真实下水道的大小 然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他们将三段重达16吨的箱形寒洞铺设在坑道中 由于工程量巨大 他们还请来了施工队帮忙 吉米为了模拟下水道堆积的杂物 他将铁丝网摆放在坑道中 随后他们盖上了下水道的水泥盖板 同时还在上面预留了三个井口 为了避免盖板被爆炸掀开的可能 他们往下水道上方覆盖了泥土 并且泥土的厚度达到了90厘米 之后吉米将三个柱铁井盖涂成显眼的颜色 而每个井盖的重量超过47公斤 如果它真的被炸飞 砸在身上估计会有一点疼 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他们将甲烷气罐埋在附近的土坑中 同时会用电磁阀门实现远程控制 等连接好管道与线缆之后 他们在400米外打开了注入阀门 当下水道甲烷浓度达到9.50% 吉米启动了点火开关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掀起巨大灰尘 而井盖也瞬间被燃烧的气体 炸飞到45米的高空 并且在6秒之后才落回地面 所以下水道爆炸的威力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往里面丢鞭炮 不然上天的可能就是你了